关心到就是反服贸抗争持续延烧 但是就眼尖的网友发现 专为小朋友出版的国语日报 从3月20号开始接连了好几天 都刊出服贸相关新闻 但是这个标题写着的是 服贸力大于弊 而报道取向也多偏向政府的立场 就被质疑是不是要从小对学生来洗脑 家长也说牵扯到政治议题 不太适合给小朋友看 但是国语日报澄清说 他们只是陈述重大新闻的背景 要提供知识给小朋友 报道绝对没有预设立场 看着报纸上的服贸报道 小朋友姆萨萨 国小里都有的国语日报 从3月20号开始接连刊出服贸新闻 标题写着 姜葵与学生谈话表明拒退协议 还有马总统同意逐条审查 但学生不满占据行政院 另一篇斗大标题还写着 服贸对台力大于弊 让网友质疑取向都偏政府立场 难道是要给小朋友从小洗脑吗 力大于弊的话 那是政府的一套说法 那民间的说法不认为是这样子 找一个中间的路线 这样对小朋友感觉上会比较好一点 不要误导 真真谈情我爱听 大家开心念短文 原本都以软性议题为主的国语日报 接连几天都登出服贸相关新闻 部分家长认为 现在对于服贸支持反对的立场都有 还衍生出罢课政治议题 小学生年纪小 看到这样严肃的议题 恐怕没办法全方位了解 政治议题小朋友去不需要看 当然要看啊 但是我们因为是教育性质比较重的报纸 所以我们基本上会比较是 陈述事实陈述事实背景 现在是多元言论的时代嘛 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刊物或一个媒体 对任何人洗脑呢 国语日报澄清 学运是公民运动 小学生也有全知道 报纸中也有出现反服贸代表 台湾农村阵线联盟成员 姚亮义的整版人物报道 报纸内容是多元取向 没有预设立场 可受社会公平 记者简证书李美轩台北报道